Hello 大家好 我是Muse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戶外燈光人像攝影 在我自己的頻道裡 的確是講得比較少 這一部分就是在戶外對著大風景 到底我們怎樣打燈去拍攝人像呢 為什麼會比較少呢 因為我自己覺得 學習燈光人像 是應該要在室內學習 是比較容易清晰理解 打燈的原理概念 因為去到戶外拍照 就不像我們室內那種精準的判斷 因為在室內我們打燈要判斷的準確性 還有那個結果 是更加需要更明確的一些想像力 還有一個技巧、技術、思維 一些知識性的東西 是需要更加掌握得好 才可以做得好 反而在戶外 我其實覺得這件事是簡單很多 但是在戶外有什麼難的呢 就是在戶外 太陽就不是我們說能控制到的東西 所以出到戶外 天氣、太陽到底是什麼狀態呢 是什麼季節呢 到底我們在地球的哪一個地方 哪一個環境 到底地上有山、有水、有樹、有建築物 有什麼東西呢 所以去到戶外 我們需要判斷的東西是更加多 我們首先就是要想我們想拍什麼 我們希望的結果是怎樣的 所以先說這一部分 我又很難可以在這個頻道裡 去很多這樣跟你分享 因為很多時候 就算去到戶外也好 我去年去了冰島 我都有錄了一些背後 先給大家看 坦白說我覺得大家就這樣看了之後 都不是很懂得到到底是應該怎樣做 因為很多時候我都需要在現場 告訴大家可以怎樣做 所以我接下來又會有一個冰島的 人像攝影工作坊 和大家一起去到冰島的現場 看著那個景 告訴大家可以怎樣拍 如果你想怎樣可以怎樣做 我儘管盡我能力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去到戶外 首先就是要判斷 你想採取那個背景 氣氛到底是怎樣的 背景都有個氣氛的 千萬不要覺得人就要融了下去 人融了下去 你直接用自然光影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打燈就是要打出 在我們肉眼不一樣的感覺 千萬不要再想到底自然不自然 不斷地想這件事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首先就是你要創造一些東西出來 你要創造一些東西出來 就是主角和背景的一些關係 和那個戲劇性 如果你沒有想著這些東西的話 你就不要打燈了 很多時候並不是純粹補光補光補光 補光很簡單的 你覺得不夠光 你就填光它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你覺得不夠的話 即是不是純粹補光那麼簡單 整件事要想真些 可能也複雜很多 所以在我們平時去對著一個背景的時候 的確在那個焦段上面 人物的大小的比例 這件事對我來說 亦都真的非常之重要 由於我平時所分享的就是 一些人物的造型 如果你再考慮這一點的話 其實你要顧慮的東西是更加多的 到底它的妝和頭髮這些東西 可以不可以的呢 現場看可以不可以的呢 到底我可不可以鎖住它呢 如果鎖住它 有很多東西是穿奔的 就是顯示得不理想的 那我為什麼要這麼鎖住呢 所以在這一方面 我都需要有更多的考慮 但是呢 我就當大家都做好了這一部分了 我們只要顧到底我們的焦段焦距 一般在戶外呢 首先我都會想去找一些前景為主的 我不會一開始就看後面一個大的雪山 後面有一大片的有山有水啊 海啊這些東西 我盡可能會找一些前景 就算後面是會有一座很震撼的雪山也好 我都需要找一個前景 因為人物始終都是一些很細小的東西 相比大風景 所以人物是小的 我們一定要把人物擺在一個重點的位置 首先不要說把人物擺到小小的 拿來好像螞蟻一樣 拿來襯襯景 不要這樣想 我心目中的人像 基本上人物都要看得很清晰眼耳後味 最基本的了 所以人物的確相比景是小的 我們要看看到底把人物在畫面上放到多大 而景佔多大 而人物附近到底有沒有一些前景 可以拿來做一些陪塵 因為前景才可以令到前面比較豐富 因為人物旁邊如果什麼都沒有 後面只有座山的話 就真的不用分享 這個很容易拍的 因為人還人景 就是景還景 前面沒有東西看的了 就算我們打燈的話 燈也不會打到景 所以我們打燈 選一些前景的話 也可以用閃光燈去控制層次 所以我們一定要考慮到 就是我們閃光燈到底影響到多少 如果我們閃光燈是可以控制得到的話 我們前景看下去夠豐富 背景就反而是順襯托 所以光線怎樣可以埋到主角身上 這個是最重要的 太陽在天空照下來 天多數都會被地下光的 大部分情況之下 有些情況的確地下是光過天的 如果天一邊很好天 一邊烏雲蜜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我當大家去到麻爾代夫 一邊的天真的被太陽照著 地下好像清到天底 反光很光 但是這個海面後面 烏雲蜜布 海面地面是光過天空 當然也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雪地這些東西都可能會 但是怎樣也好 大部分情況之下 天是會光過地下的 我們人也都是在地下 人不是頭承入永遠向上望的 所以人的臉基本上 經常都會哭哭哭的 如果你經常風景人物 風景人物 因為人大部分情況之下 頭都會向下傾 不會向上傾 不是經常太陽都會照正你 如果太陽照正你 你惡高頭 嘩 怎麼說大眼呢 所以其實很多的原因 是會導致到 我們不是經常 有一些好的時機 是可以 就這樣用自然光 就可以拿到一個好的光線 甚至可以拿到好的比例 什麼叫比例呢 就是人物的光線 和背景的光線 這一點是重要的 因為太陽距離我們很遠照過來 如果太陽真的照下來 真的曬正的話 人物和背景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會按照 地下灰街到底有多深 有多淺 基本上照落我道 照落我道 照落我建築物 照落我海 照落我山 基本上是一樣的 感覺有深有淺 只不過是 那座山本身可能是深色一點 黑一點的 那個地下是黑一點的 那感覺就好像人光的沙灘 如果是黑沙灘 有一個人站下去 只是皮膚都白過黑沙 所以太陽曬上來的話 基本上是沒有分別的 光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是很被動的情況之下 有時OK 有時不OK 有時OK 有時不OK 打燈就是改變這一點 所以你說打燈其實是不是很難呢 其實不是的 因為去到戶外 太多東西已經混在一起了 太陽有太陽的光 來到地面 基本上周圍都會反射光線過來 但是如果我們將現場所有的光線 最少壓低兩級至三級左右 就不要絕對 當你壓低了之後 你會發覺人物就會進一步黑了 而我們再用閃光燈去填補的時候 主角就會很撲鬱突出 至於背景應該要under多少 其實千萬不要死記 因為我剛剛講過 背景其實都會基於它本身到底有多深色 它的灰條到底有多黑 有多光 而去判斷到底你想它暗了多少 而不要經常數好死記 背景暗一級 背景暗兩級 千萬不要那麼死記 你一定要看清楚 到底你希望背景和主角差多少 為什麼我一直覺得在湖外影是較簡單呢 因為閃光燈正確曝光的主角的時候 主角永遠會站在六七八這幾個鬆裏面 為什麼我會說六七八這麼大包圍呢 不同色的衣服 不同色的頭髮 不同色的皮膚 基本上會導致有多少的不一樣 但是情況都一定徘徊在那個位置 所以人物一正確曝光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不需要擔心 我們當人物定了在某一個鬆裏面的時候 我們背景反而可以舒服 因為人物的曝光已經是和背景分開了 人物永遠就用閃光燈去控制 而背景呢 你可以收光圈開光圈 或者快門再慢一點可以吸多點光 這個是可以自己去調整的 但是用ND filter 不行的 為什麼ND filter 不行呢 因為ND filter 除了減了現場光之外 亦都會減掉閃光燈的力量 所以如果我真的需要用ND filter的話 我都一定是希望用硬塊門 我才會有這個需要 否則正常情況都不會用ND filter 去用閃光燈的印象 所以去到戶外 基本上閃光燈 我們只能夠說到底這支閃光燈的基本 Cover到底有多少 因為如果說 我們還要很清晰看到光線形態 你起碼拍到它半身 我們那個光線 我們就可以比較看得清楚光線的形態 所以如果你說戶外拍到大半身 甚至全身的話 你都不要想太多什麼光線形態 眼光的話比較容易看得出 例如我經常都喜歡用的MATLUM MATLUM Reflector 其實由於它是中間特別光的 所以它的形態都很明顯 就算在湖外 所以這個也是我在湖外用得最多的Reflector 至於油光箱 我想你不用一些很巨型的油光箱 其實都可以的 因為我不是太建議在湖外用得太油的油光 就算你用一些很巨型的油光箱 可能你在影片會看到一些攝影師用油光箱 其實都沒有所謂的 只要你盞燈夠力就行了 因為在湖外用這個油光箱 相對來說 我們那盞燈的距離就會拉遠一點 拉遠一點的話 令到那個光線也變硬了一點 但硬得來又大一點 這個就是 你了解多一點在室內拍照 你就會知道那個分別 如果不是 你一來就出去戶外拍照 你有很多東西其實你是不明白的 你是不明白的 而不是因為你不知道那些光線 不是不知道你怎樣去配合背景光 又或者吸多少現場光 所以我經常說 學用閃光燈應該是在室內去學 是比較有效的 雖然我以前的工作 基本上九成九都是在戶外 大部份我都是在戶外拍照 到底有多少時間在室內練習呢 其實不多 但每一次當我發現到一些東西 發現到一些閃光燈的特性 一些有趣的tracks 例如color gel 到底我用什麼modifier 都會有什麼分別 到底用什麼modifier 實際上有什麼分別 全部你都需要在室內學習 你才有機會啟發得到 因為你在室內練習 你才會看得到 所有的光線 到底是 你的形態散步去哪裡 因為在戶外的時候 基本上全部都是混合了很多現場光 加上有很多reflection 你不同在室內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你的光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你的距離是這樣 結果就是這樣 近了少少 遠了少少 整個結果都會不同 所以為什麼我很強調 當我們上一些基礎班 進階班的時候 慢慢我都會去減少 要和大家在戶外拍攝 不是不想和大家在戶外拍照 我都很想 我都覺得是有趣的 但是基本功上 你一定要對那件事了解的話 走去戶外其實你是學不到的 這個真的 我衷心去分享給大家 因為如果你只是想說 我不會在室內拍照 我只在戶外 那我是不是就是 不需要學室內 就是絕對不是 就像我以前那樣 基本上我的照片 全部都是在戶外拍的 我一年 只有兩三次在室內拍照 在我以前 一直都有很大的室內 但其實我只是拿來見客 拿來見客 我自己實際上的工作 是佔很少的百分 是在室內拍照的 可能偶爾拍一些人像照 拍一些大肚照 大部份我都是在 香港戶外拍照 所以我在戶外拍照 是佔多的 所以我是比較知道 我在戶外拍照 可以分享到什麼 一直以來我分享給大家的 都是以室內打燈為主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 很想在戶外拍照 我六月份就開始一個新的工作坊 就是戶外燈光人像 有分兩天的兩堂 一堂就是戶外夜景人像 另外一個就是日間戶外人像 六月份已經敷了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或者看看七月份會不會再有 但是基礎班和進階班 我都是維持沒有戶外的部分 因為真的我認為 在室內才可以學習到更多 所以如果有興趣在戶外拍照 我就獨立開了一個課程 就只是做這件事 當然另外就有一個叫做 Inside the Secret Inside the Secret 其實都已經停了一整年的時間 沒有舉辦 在七月份重新回來了 今次由四堂變成五堂 希望可以cover到的內容 比較涵蓋更多不同的內容 因為始終我明白 有部份的參加者 希望在一個課程中 可以綜合多些東西 也不需要由最基礎講起 Inside the Secret 就是不多理論的工作方 每一課都是直接去拍照 所以大家已經有一個基礎程度 就可以參加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這個網站 至於八月份的冰島人像攝影 已經成行 有外國的攝影師參加 亦都有香港的攝影師參加 我非常之期待 未來的八月份 可以和大家一起去到一個 我自己很喜歡的地方 冰島一起拍攝人像攝影 我們下次再分享吧 拜託